发现上面有个图案 它看上去像是无意中沾上的油漆 仔细看其实是个图案 这个图案洗不掉 应该是油漆画上去的吧 是一种红色的颜料画上去的 不是油漆 是丙烯一类的不容易水的颜料 这个图案应该是有意义的吧 这就不是我能解答的了 至于我们手里的证据 才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这个图案什么意思 这个凶手 在现场的行为很异常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钉子 扎瓶酒塞呢 我觉得他一定代表着手 说到什么 队长 什么指示 无客 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这张照片是这个图案的放大 这我知道 什么意思 不好说 查呀不好说 用网络查 说呢你是网络方面的专家 你问我 好 多长时间 我尽快啊 哎 行了 那齐齐的功课我也辅导完了 我就先回去了 谢谢老师 不客气 谢谢你 每天都让你费心了 哪有 别这样啊 对了 那个 你们俩的衣服我已经洗好 放到衣柜里了 谢谢 没事 要不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不用了 你忙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好 跟韩老师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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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嗯 跟爸爸去做作业吧 嗯 走 我知道齐齐已经做完了你的作业 那陪爸爸做我的作业好不好 爸爸 你有作业 没有啊 而且还很多呢 爸爸 爸爸 你的作业怎么是个符号呀 哪个是个符号 这个和这个不是一模一样 就是符号吗 谢谢这样 你先去刷牙洗脸 然后呢 爸爸给我讲故事啦 好 先去吧 嗯 爸爸 晚安 晚安 market 有时不让她有想 par 那边裳 favorable 美国 还是葵了 有点今 的 筷子 爸爸 Fujo Fujo Fujo